天啊 秘密麻麻 五颜六色的单车 挤爆深圳湾公园 整条冰海小径 新人及汽车人士 几乎寸步难行 随便一处都停满上百辆单车 场面壮观 简直像零许停车场 一旦刑警不变 骑行者就会选择就地停车 这样一来路就更堵了 有一篇帖子愤怒的说 共享当车毁了深圳湾 深圳湾公园 每天大约有30万人入园 3号入园单车高达1万多辆 已经远超过正常的人流负荷 园方怕车潮不断 攻陷景区 4号干脆宣布 园内的单车租赁暂停一天 第一是怪共享当车 认为共享当车的氛浪 是问题的根源 第二是怪游人的数字 第三是规则于政府部门 大陆共享单车顺行 预计今年用户将高达2.09亿 随期随缓 解决最后一里路的困扰 原本是共享单车的美意 但是乱提乱破坏的事件频传 反而变成共享乱象 需要用户 业者 政府 三方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